接着看到是桃园市长选举是由国民党提名的张善正拿下了55万7千多票 当选桃园市长超越了现任市长郑文灿当年的得票数 张善正在得票超过50万票之后呢 在南区的竞选总部就向支持者宣布把桃园赢回来了 桃园市长选举开票作业 一开始张善正和郑运鹏还互有领先 但很快张善正得票就呈现稳定领先的局面 最后以55万7千572票52.02%的得票 大赢对手郑运鹏13万票 市长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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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是张善正的得票率略低于郑文灿连任时的53.46% 张善正确定突破当选门槛后 抵达南区竞选总部获得了支持者热烈的欢迎 他向支持者宣布赢回了桃园 我要在这边非常大声的跟我们所有的朋友说 我们赢了 我们光荣的把桃园赢回来了 对不对 张善正向支持者说喜悦留在当晚 接着就要不分蓝绿准备上工 努力向前 团结向前的意思 就是不希望再分蓝绿 大家都在一条船上面 每一个人手里都拿着奖 把这条船努力的往前划 好不好 好 张善正阵营在竞选期间 猛攻巴德国民运动中心工程品质 和图书总管无法如期启用的施工疑虑 张善正说上任后会优先厘清解决问题 让民众安心使用 不会先入为主说一定会有弊案在里面 我们是要解决问题 让这些公共工程的品质 让我们市民朋友可以放心 让他们在里面 譬如说巴德运动中心也好 或是现在要开幕 一直没有办法开幕的总图书馆也好 将来一旦开放使用 都会让我们市民非常安心的去使用 桃园市升格以来 已经有民进党籍的郑文燦 领导市政两届八年 虽然有中央和地方执政优势 但却发生了临至间 因为论文风波而振钱换降 加上出现了国民运动中心等 工程品质疑虑的事件 让执政优势变成了包袱 最终国民党顺利在桃园 重新赢回了执政权